對 我覺得剛才其實你們也講了 習近平在制定新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報告時候 我覺得他主要想實現一個他在十八大開始 他繼承共產黨最高權力開始 他強調的一些執政理念要在制度上實現一次落地 那這個落地他為了得到他的一個合法性 或者讓他在黨裡能夠有一定延續 我還是覺得這些年他能遇到一些挫折和阻力 所以他想把鄧小平請出來 於是覺得他這次落地是跟二十多年前的鄧小平的講話有關係 但實際上我也同意跟胡平先生說法 實際上從他的落地的制度設想的基本要素來看 實際上他是對鄧的一次叛逆 而不是這個一次繼承 因為這個剛才胡平先生蓋過的很好 就是他說這個毛澤東時代是革命 鄧小平是改革 鄧小平的改革就是要改變毛澤東時期的一些做法 而這個中心的思想其實鄧小平在多次場合 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思想 包括這個道德領域中 實際上他都強調呢 要給人民和個人的一些自主性 給他一個活動的空間 他呢在經濟上他覺得呢這個經濟上要活力 要來自於讓老百姓在下面自己做一些事情 那麼當然基隆、納命、教訓呢 在政治上要寬容一些 包括對惡公罪呀等等一些廢除 特別是在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和主黨期間呢 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中間和在經濟方面呢 都進一步的放鬆 而鄧小平呢後來在跟趙紫陽的談話中呢 他腦子裡實際上是政府的作用是幹嘛呢 政府作用是一個威權體制 也就是他管的是穩定 維穩和極權還是不一樣的 極權是有一個目標就是徹底摧毀所有跟他不一樣的東西 而維穩就按照胡錦濤的話要管住源頭 要治理從源頭開始治理 但是維穩還是說在一個空間 在一個底線之下呢 是絕不允許你生存 但底線之上我是騷擾你 讓你不能成氣候就可以了 那麼這次的習近平的這個講話就說呢 毛澤東是革命 鄧小平是改革 我覺得如果要習近平的話 其實習近平就是治理 他的詞大概在這次可以看出來 習近平呢就是要治理 治理什麼呢 要維護這個安全那個安全 政治上的安全說到底實際上他的獨裁的安全 因為他不僅要保證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安全 政治體制的安全 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安全 還要保證他個人在黨內 把個人領大於全黨之上 全黨全國之上的這種個人的獨裁安全 那麼治理呢 就是他實際上在這個講了毛澤東的時候 實際上建立的體制是個極權體制 而且或者是革命戰爭時期 留下來的一個戰爭動員體制 毛澤東沒有放棄這個 但是呢鄧小平實際想改掉這個東西在多少呢 從建設的需要出發給老百姓的思想一些空間 給這個政治上一定一點活動空間 同時也要給老百姓特別在經濟上 要基本上要這個要採取小政府大社會 這個黨政分開政經分開政企分開 國家引導市場市場調節企業 採取這樣一個 但是習近平這次呢 他是想說在治理上 他其實是想說吸取這個 他要實現四個自信中 不僅要在改革開放中的一些東西 他说他要吸取 而且要把毛澤東時期的一些東西 他也要拿過來 所以他的治理的 以治理為中心 實際上是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時期 進行一些綜合 又結合現代的科學技術 和現代的這個組織管理啊等等 把這些引來建立起一個全面的一個管控 鄧小平先生呢 在他幾個節目中他提出來 他說呢這個這個文件的中心 就是三位一體 黨人民和法律 但實際上治理的這個概念 提出是胡錦濤提出來的 而且這個他胡錦濤在 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來 要提出法治 國家法治化和治理現代化 那就是我們知道維權運動 在胡錦濤時期能興起呢 是跟他確實用法律 剛才胡錦濤講了在習近平之前的時候 法律在某種上也要約束 黨和政府至少胡錦濤是這麼說的 所以才有了維權運動 用法律作為武器和政府和黨 在進行周旋和博弈 但是呢這個胡錦濤呢 是要把這個廢掉 到他的時候呢 這個習近平的治理的理解 其實他也是在2017年 胡錦濤文選的發布會上 他把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 這兩個治理現代化 他說在發揮胡錦濤思想 說要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就這份報告的題目 那麼在這方面 他就其實他現在講說 黨要通過法律和制度 把人民管控起來 他這個絕對不是黨領導一切 實際上就是管制 對 就是實際上所有的法律 在他理解就是制度 他腦子裡的法律 不是我們現在的法律 什麼程序啊 什麼無罪推定啊 什麼這個沉默權啊 或者像什麼未經法庭判對 什麼司法獨立 他不是 他也說黨要領導一切 法律只是黨用來管控人民的工具 要用黨用黨把人民管控起來 當然胡錦濤呢 他雖然講什麼 以人民為中心什麼 而且這次在上海有提出一個叫全過程民主 意思說我們也聽取人民意見 那開明專制也聽取人民意見 但是共產黨的這個人民概念 歷來是一個有彈性的 聽我話的 拍我馬屁的 跟著我走的 效忠我的 這叫人民 跟我不同的 或者我不喜歡的 給你打入敵人陣營就完了 那你就被 你就成了被人民管控的對象了 那麼他胡錦濤在他從上台開始 他提到公民的地方 都是要講公民的道德教育 要公民的思想教育 實際上 所以我覺得呢 這份文件就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黨怎麼通過制度 把人民再管控起來 重建一個集權體制 把人民管控起來 對 其實我認為呢 習近平他的這次 就是要恢復到毛澤東時代 就是無法無天 就是他說就是黨領導一切 就是黨的 就是他的意志要通過黨來實現 但是呢 他也知道 如果這樣簡單回到毛澤東時期去 或者是這個 那麼這個呢 一個是呢 國際社會可能就不同意 那麼覺得你 因為他現在畢竟很大的 中國的發展的動力 還有資源 還有市場 還要跟國際社會合作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呢 畢竟搞了30年改革 鄧小平的很多東西 還是深入人心的 在共產黨黨內外呢 都會遇到很多阻力 所以他就想呢 把法律這個詞兒搬出來 如果用法律這個詞兒呢 他就可以讓國際社會沒話說 你看你們不是也依法 我也要法律 所以他讓他這次提出來 還是黨的領導 實際上他關鍵還是黨 但是黨現在呢 不像過去似的毛澤東時代 他說話就黨就發兩包一刊 就來指導全國運動 他就是用這個法 用這個讓人大來立法 來解決這個黨的領導 怎麼去到老百姓那兒落地的問題 這樣就可以接過一個 他讓鄧小平時期的改革呢 探索要制度化 那麼另一方面呢 他也要躲開國際社會批評 但他就忘了一條 第一條呢 如果法律 既然是法律的話 法律首先就是憲政的法律 要約束當權者 就是要把權力關在籠子裡 第二條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 否則由這個獨裁 如果要有一個黨或者一個力量 或者一個領導人獨裁的話 他是不需要法律的 那麼所以習近平的法律 其實就是個遮羞布 他想著他本來就是黨 把人民管起來就完了 有兩條就夠了 他這個文件 但是他為了躲開國際社會的批評 為了讓鄧小平的這個 已經深入人心的思想呢 他也能夠接受他 於是他又加了一個法律 就是要以法律為保障 其實在這個文件中 緊張了法律要作為一個保障 那就是共產黨要用法律 把人民管控起來 那麼香港問題一樣 他本來是想那個黨 就直接對香港發號施令就行了 但是他知道呢 香港有一個中英條約 那麼還有一個香港基本法 還有共產黨有承諾要依法治國 這些都躲不開的時候 他就強調用法律把香港關閉 哪裡是法律管香港 就是他個人嘛 他個人想按他的想法 把香港管起來 但是他擔心會遇到各種黨內外 和國內外阻力 他就把法律拿來做了一層包裝紙 和這個遮羞布 意大利啊 那這次才今年是5月份 習近平已經去過意大利了 那麼這次去希臘 他這個主要的用意又是什麼 那麼這個話題 首先請君濤博士談談 對其實去希臘我倒覺得不是什麼去救希臘經濟 因為希臘經濟在2009年幾乎破產之後呢 實際上這些年希臘經濟是有緩解了 它那次破產是在2011年差點把歐元區搞垮 但是後來呢在這個歐洲呢 還是其他國家還是花了不少錢來去救它 但這個那麼在中間呢 確實希臘政府也進行一些改革 這些年它的經濟還是有起色的 他開始呢對中國抱期望大一點 主要是他也知道如果單靠本國的經濟不行 所以呢中國經濟 就是當時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共同理 可能據說有可能超過美國 而中國實際上它的外貿依存度呢 比這個美國呀比那都要大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他覺得中國的可能如果搞好關係 所以希臘這些年一直在給中國捧場 在這個幾次在中國舉辦一些大的 國際的這種經貿的這種事件上 希臘都是積極參與的 而且給予出的規格比較高 在中國這個角度我覺得它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呢就是習近平還是對一帶一路是念念不忘 而且一帶一路已經成了和美國掰腕子的 一個重要的這麼一個領域 而希臘正好是地跨歐、亞、非三大陸 在歷史上呢是在西方世界 對中國的一個對亞洲地區的一個開放的這麼一個中轉 所以說呢這個戰略這個要書 或者這個交通要書上來說說中國看中它 就剛才你提到那個港口中國也是從一帶一路的角度來說呢 那麼那個地方既然是一個要樞紐 它就要把它給打開 但是建立一個港口 對它來說特別別人不要的時候 那麼各方面就比較條件比較好嘛 要價就比較容易要一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而且呢在一帶一路上我還要說一下 因為希臘又屬於在歐洲的文化圈中 這樣的話它人呢比較守法律 其實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給第三世界投資也挺麻煩 因為地方多政變 在人跟這個跟中國的一些下面的一些不良商人一樣 喜歡賴賬啊政府都喜歡賴 所以在這方面中國是有很大風險 在希臘那些地方呢相對來說 如果它不是真的財政破產啊 經濟崩潰的話 它還相對來說比較就是信守協定的 那麼這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它就是習近平呢 中間有個四個資訊 有個叫文化資訊 文化資訊中間呢 他在希臘要馬上要進行文化交流 要舉行兩大古文明對話 在中國的文化中 其實對世界的文化受過教育呢 玩那個不重要 什麼希臘文化 中國文化那都不重要 大家看現在的東西比較多 但是在中國的教育中呢 四大文明骨骼 如果希臘跟中國文明對上話了 那麼就可以對抗像美國這些國家 它就都是好像馬上就變得很不成熟 很幼稚 這樣的話就無形中會增加它的文化軟實力 所以它這次去呢 它在其實在前年 去年和前年就提出來這兩大文明要進行對話 這是將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 就是兩大文明國的話 就標誌兩個大陸 兩個大的文化圈要進行對話 那麼它是把這個上這個意義 它那種滿足感呢 那就是非常強 你想連像這個中國有些文人學者騷客跑到雅典去 也喜歡去發一點感慨 對吧 增加文化品味和文化素 感覺有品味 對 我看那個叫余什麼寫了個千年一探 啥也沒探出來 但是他不是寫這本書嗎 還寫這本書就是 那我覺得這就是這麼一個心理 而且呢 特別是習近平這種缺少文化的人來說 為了增加在中國公眾中的文化品味的這樣一個形象 他可能要做這樣一些事 沒准到雅典 對 您這個說的很重要 對 到雅典去還會去什麼防防古蹟呀 說一點雅典的明哲的話呀 對吧 就像那個江澤民跑道去什麼獨立中那什麼 還有什麼還要背什麼蓋斯伯爾演講 對吧 這些東西都中國領導人比較喜歡作秀的 這是一個 第三個呢 我覺得 因為你看希臘這國家小啊 他在西方什麼北大西洋條約組織 他在很多的歐洲組織 歐洲的這些這個自由民主世界中間的組織中間 他都有一席之地 而他現在正好和中國很親近 所以中國可以通過他在那些組織中間發揮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力 當他和美國的衝突走向激烈的時候呢 他很希望 因為這些國家也對美國這種說美國優先呢 實際上美國優先就是把別的在所不惜犧牲別的國家利益 這些其實歐洲國家其他國家都是有微詞的 然後讓他希臘在這個國在這些地方 可以在那些國際組織中每個國家都有一席發言之地嗎 可以替他去說說話呀 講講他的聲音呢 我覺得呢 他是想通過這樣的一個行動達到這樣一箭三雕的目的 這個目的都不是簡單的 所以你看他在希臘他準備要放三天時間在那個地方 到巴西才兩天 巴西我倒就沒什麼好談刀 所以說金磚會議 因為國際呢 政治上的一點重點就在於說 大國要想搞自己的外交建立自己的影響力 主要要通過一些國際合約和國際協作組織 金磚四國呢 一直是中國手裡 就像什麼中亞什麼這個條約呀什麼的 上河 上河 它的一張牌 所以還有像APEC等等 它是中國影響世界的一張牌 所以金磚這個呢 中國實際上不會放 我覺得其實貿易談判從一開始開打的時候呢 川普總統的想法就很簡單 他說呢 中美兩國在過去30年中間呢 因為不公平的貿易 中國占了很多便宜 就是簡單的說呢 就是進口中國設置的各種障礙 讓美國的產品不能在中國暢銷 那麼而出口呢 中國政府呢又給了很多補貼 使得中國的產品能夠加強對美國在價格上競爭力 又加上盜竊這個知識產權等等呢 這個使得美國呢 這個產品不光喪失競爭性 而且失去了一些財富的收入來源 所以他為了恢復一個公平貿易 他說呢 這個讓中國呢 這個獲得了一個新的中國 就是讓經濟上讓中國變得強大 主要是因為中國佔了美國便宜 他說呢 要恢復到經濟上的這種公平競爭之後呢 他相信美國就可以反超中國 美國的工廠就會回來 但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個不大可能 但是川普總統這麼相信 所以他打了一場貿易戰 那他的打貿易戰的戰術就是不光是通過加稅 而且呢 他還在科技呀等等 在其他方面他也開打 而這個川普總統的團隊啊 是個比較複雜的 儘管川普總統是個自由貿易論的相信者 公平貿易 美國能勝出 但他的團隊有的人就 多數人都不這麼認為 有的人是想塞進這個私貨 有人想塞進那個私貨 都是他們自己的主張 這樣的川普的團隊中呢 他的這個聲音比較複雜 但是簡單的說 我說川普總統最終是拍板 是他拍板嗎 他的戰術很明確 只要你不答應我 我就每一個時間中我就升級一個懲罰 加稅 不斷地擴大加稅的這個產品 不斷地提升稅率 還有就是把這個貿易戰擴展到其他領域中 去調動美國各界 對於中國的這種排斥和警惕心理 而中國在這方面就相對來說呢 就一下手忙腳亂 但是中國相對來說 我覺得手忙腳亂開始呢 是想對抗 後來對不過的時候 中國經濟上面的問題 中國又想通過談判方面說 能不能夠說呢 咱們達成一個有限的協議 然後能夠呢 就是就中止這個貿易戰 川普總統不干 就說呢 你現在就是只能 你給我現在任何的好處 我只能延緩我提升匯率的時間 和的步伐 但是只要你不答應 我就不斷地加碼 你給我現在任何部分的讓步都 中國方面說呢 如果我讓步之後 是不是就把你這種加壓 極限加壓都給去掉 川普總統一攬子 咱們不進行這種什麼相向而行 中國政府說咱們相向而行 我減一點 你減一點 我減一點 你減一點 或者我答應一點 你就減一點 川普說No way 要答應就先答應 那不答應呢 我就你拖一個時間 我就再持續加一個碼 現在中國也明白了 因為中國畢竟在談判上呢 他現在摸著川普路子之後呢 他現在就是說 那好 每當你要加碼之後呢 我就用點什麼採購量啊 進行一些改革措施 把你要加在碼往後推 對 但是如果一旦我要是要做的讓步比較大的時候 我就希望你減一些稅 其實中國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一些算計 我倒不認為 他想要下美國政府 他每當的增加一些自己的談判籌碼之後 他也做出一些新的讓步 可能有採購量 可能有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出台 答應美國提供的 比如美國提供了幾十項結構性改革 他說我多答應你幾條 是不是這次呢 你就減掉一些稅 他希望呢 把中國答應美國的要求呢 和美國的減稅 就是這個把貿易戰降溫 跟這個掛鉤 但是美國現在說呢 我要的是一攬子買賣 但是最近川普我覺得最大的讓步就是說 我們願意簽一個階段性協議 但這個階段性協議就像有的評論家看的一樣 它不是什麼貿易戰的休戰 也不是戰時休戰 是一個這個叫做這個不再升級的這麼一個協議 因為已經加的稅我不去 那最近呢川普總統最大讓步就是 那我願意減掉一些稅 那我猜想呢 他願意減掉一些稅 因為中國政府做出了一些更多的讓步 他覺得大概有個合理的 這個可能要求是有一點合理 因為這樣的話他反正是將來如果你要是不答應我一攬子買 有話可以再把稅加上去 但是我覺得剛才胡平來講 其實對川普總統最大的制約來自於後院 我覺得他有三個制約他要考慮 第一是大選的制約 第二個就是他黨內共和黨 因為現在呢參院多數 眾院呢民主黨拿不到三分之二多數的話 川普總統還是可以讓國會不能夠否決他的東西 就是他如果一定要做 國會是沒法否決他的 那麼這樣的話他還可以繼續按自己想法去做 但是如果一旦共和黨的同僚跟他有衝突 比如關於這個敘利亞撤軍的問題等等 他就得讓步 還有當時那個當時不是他跟那個南西佛羅斯當時掰腕子 當時把那個政府關門了 結果他也做了一些讓步 他把那個牆呢就用其他的費用來汽油 他就不再去堅持讓國會通過一個東西 那麼這是他第二個我覺得他受的限制 第三個就是法庭判決 比如像那個travel ban呢像這個旅行禁令啊等等這些 他這三個制約呢他是沒辦法躲過去 是美國憲政體制加給他的制約 所以在這方面現在彈劾案是中院呢 是中院在給他進行 但是彈劾是通過不了的 所以我我認為其實川普還沒有把他太放在心上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呢 共和黨在這個問題上態度很堅決 即使這是為即使這是真的 川普總統也只是說讓烏克蘭幫著反腐 也沒有說是這個就是犧牲了美國什麼國家利益 當然了你可以說克里米亞就是這個前就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軍事行動 如果把烏克蘭打垮的話 美國在那個地方的利益地區的利益間接受損失 不過了解國際政治人都知道 就是當年在前蘇聯崩潰的時候呢 美國承諾北約不通過 實際上現在烏克蘭的問題已經到了前蘇聯境內了 那個是美國是可管也可不管的地方 就像車臣這個地方 美國是可管可不管不像卡左臥呀 還有像其他一些地方是美國一定要管的 東歐那些國家都是其實是俄羅斯點了頭 而東歐國家堅決要求加入北約 所以美國就接受了 但是如果要是前俄羅斯 如果俄羅斯當時在伊利基時期什麼 他要是死活不答應的話 其實這個問題美國也不會那麼暢快 他會不斷的發聲明去表態 但是他不會採取實質性的步驟 我的意思就是說呢 烏克蘭的問題實際上沒有分裂共和黨 只要他不分裂共和黨 彈劾就不可能成功 就是彈劾在眾院通過了送到參議院 我明白你也是 但是這個東西在選情上 能對川普總統造成多大影響呢 這個是他要評估的 所以說到底這個impeachment的這個呢 實際上還是對他的大選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麼他的眾院的和參議院的共和黨 都還是堅定地傳結在他周圍的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當然的法院呢 這個判決呢 是在主要在紐約州的一些法院 現在判決對他很不利 而這個不利的判決呢 現在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當然從法官的構成上 現在對他比較有利 但是也很難說 因為這些大法官的獨立性都很強 如果你確確實實是違法違憲的話 那麼他們肯定不會因為說我是你提名的 我就照顧你 這個在美國不存在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上升呢 我覺得除非是在解釋上 每個大法官都從自己關於法律的理念出發去進行判決 他可以在這個理念中向你靠一靠 因為對你呢比較詳細一點 在證據不太確鑿的時候我對你靠一靠 但是我不會犧牲法律的這種嚴肅性去對你行妥協 所以總起來我說呢 我覺得這一次呢 川普的讓步不是中共如果真提新條件 川普如果做一點讓步呢 主要還是中共在新的條件同時 也提出了新的這種讓步來換取他的新條件 你說這三條實際上貿易戰並沒有停戰 也沒有西戰 而是說不升級 就12月份不加墜不升級 而中國做個讓步 增加採購量和開放金融指示 讓他貿易戰不升級或者延緩升級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覺得中方再怎麼查案觀測 那川普就是出了事又怎麼樣 通屋門什麼這些東西都不改變美國兩黨 不是這樣共和 其實美國的民主黨幾乎在所有政黨杯葛川普 唯獨在這個對中對華關係強硬態度上 他還覺得川普做的不夠 當然不是他是在野黨嘛 這個他不需要承擔責任 所以他希望讓川普做錯了 那麼也讓他多造點麻煩 但是呢畢竟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你就換一個民主黨呢 共產黨一定頭疼一點 因為從美國選舉來看 我到美國來之後 我看了94年從克林頓總統開始 每個新總統上台都在對華政策上呢 就是開高走低 只有奧巴馬是開低走高 所以開高走低就說 開始掉都很高 他花一段時間跟中國亂七八八碰撞 幾個專門碰撞完之後 然後開始呢就是熟悉之後就開始把掉的降下來 川普總統實際上共產黨好容易摸著他了 如果換個民主黨上台可能又得給他 在那亂打一通 你像這些人可能覺得 因為打對中國貿易戰這個問題上 剛才胡平先生也講到了 其實給川普總統是加分的 當然如果經濟線就下來了 可能就是減分了 因為經濟學家都說對了 你看你不該打吧 這造成這個大災難 只要美國的經濟還好 中國的經濟現在不好 那貿易戰是給川普是加分的 嗯嗯嗯 好 那麼我們第三個題目呢 我們就先聊到這 那麼稍後回來 我們還有第四個題目等待著 稍後繼續今天打新聞